接着我们来看 《论语有关君子与小人之变》的第29章 要我们面对小人 要远离他避免伤害 在心态上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经文是子贡曰 君子亦有误乎 子曰有误 误称人之恶者 误居下流而善上者 误勇而无理者 误果感而智者 曰事也亦有误乎 误角以为智者 误不逊以为勇者 误杰以为智者 这是出自杨霍篇的第24章 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心态上要有一种厌恶 这种厌恶小人的形象 而能够远离他们 避免被他们的伤害 在心态上要有这种厌恶 这种厌恶是好的 好物有时候是不好的 有时候是好的 心中好与君子在一起 那这种心态是好的 心中厌恶 悟与小人在一起 这个心态是好的 只不过小人要尽而远之 君子要尽而尽之 态度上是要恭敬 避免被伤害 那君子态度上也要恭敬 避免没有办法真正与君子接近 得到君子的利益 子贡说君子亦有悟乎 这个君子特别是指孔子 说你有讨厌的吗 我们都认为圣人好像没有好物 其实圣人也有好物 圣人在出世的时候是没有好物 入世的时候是与众生同好物 只不过在好物当中 他能够表达出真正的方向 应有的内涵 这好物当中 他的好能够趋吉 他的物能避凶 所以好物当中表现趋吉避凶 那君子亦有悟乎 你也有 老师你也有讨厌的吗 子曰有悟 老师说有讨厌的 下面就说他四项讨厌的事情 第一个是悟称人之恶者 就是说很讨厌称宋 称阳人家的恶事 孔子是很讨厌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小人的形象 称人之恶 我们一般说社会的风气 要隐恶阳善 那我们常常隐善阳恶 隐善就是把善的事情隐藏起来 阳恶的事情 让风气变坏 那隐善阳恶 也容易让恶人苟急跳墙 无所遁形苟急跳墙 并不是包庇坏人 而是让坏人有所警惕 阳善是要让善人出头 要让风气开展 可是在阳善当中 也要真正去考察 他如果是善人 才能真正阳善 不能他作善 不考察他的动机 他的真正这种行为的内涵 而来包扬 反而会包扬到伪君子 伪善人 所以论语上说 如有所欲 必有所事 如果有所战意 一定有所考验 真正赞叹他 赞同他 一定是有经过考验他的 经过考验他 他是善 我才说他是善 这样的阳善才有意思的 隐恶并不是要包批他 而是不要让这个恶行 成为风气 不要让这个人 最后苟急跳墙 所以隐恶是让恶人有所顾忌 而且让好人免于学坏 那我们社会上 往往这个破案 盗窃犯行被破案 警察带到这种 这种人到现场 要他演练一遍 旁边围观者很多 都学会了 坏师都学会了 电视也是一样 一大堆烂的剧情 这些坏的事情 坏的言语 这些狗屁唠叨的事情 邪恶的心急 都被观众学会了 所以隐恶扬善 最重要的目的 还避免好人学坏 除了好的风气能开展 恶人有所警惕 还避免好人学坏 所以把恶引起来 把善发羊 那如果 恶称人之恶者 如果称人之恶者 那就会造成 恶风气开展 小人无所顿寻 狗骑跳墙 干脆造反 乃至于好人学坏 对这样的人 孔子说 怎么可以不讨厌呢 叫恶很讨厌 称人之恶者 称扬人家的恶事 称扬人家的隐私 第二个叫 物居下流而善善者 孔子很讨厌 居下位的人 毁谤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做得不好 你可以劝谏他 甚至三件不从 可去 可以离去 最讨厌 下面的人 毁谤上面的人 下面的人 毁谤上面的人 在背后毁谤 有事忠厚 你没有导证他 反而在后面说他 他里面还有一个 隐为处 就是当上级耳闻 你在背后毁谤他 你已经没办法 跟他共识了 他也没办法接受你了 所以这里面 有这样的人情事故 所以物居下流而善善者 那居下位而毁谤上级 就有这样的过失 有失忠厚 你是跟他有君臣关系 就要向子女后面批评父母 有失忠厚 第二个呢 如果让上级人知道 你在背后毁谤他 你在面前却没有导证他 没有劝谏他 没有影响他 在背后毁谤他 被他知道以后 你想想看 你怎么跟他共识呢 所以叫物居下流而善善者 第三个呢 是物勇而无礼者 很勇敢 很勇敢 大家很喜欢 可是这个勇敢是 没有重视履肃的 没有重视对分的 以下犯上的 越级指挥的 代替上级发号使令的 这种勇而无礼 反而让人家无所适从 反而让事情败坏 所以孔子 物这样的勇 勇而无礼 这个勇是很好的 勇很有执行力 可是这个执行力 是不按常理的 不依辈分的 不听上级的 不尊重决意的 这样的勇 往往是坏乱事情 破坏团队的共识 破坏大家整体的默契 破坏上级的领导 让人无所适从 第四个是勇果感而至 果感而至就是 很果断 可是视理不明 字就是视理不明 不通视理 果感 比如说 好 我们往往去亲近别人 别人要培养我们 或者我们要培养别人 果感 我愿意培养别人 而字 字就是视理不明 根本没有内涵 怎么去培养人家 所以果感是很好的 可是字是不好的 视理不通 往往当机立断 可是当机立断当中 视理根本不明 你这种当机立断 是很危险的 是很可怕的 是很危险的 让大家以为 你是通达视理的 其实视理不通的 反而这种果感 会导入很可怕的危机 接着孔子问子贡说 你也有讨厌的吗 子贡回答说 有 有物 有讨厌的 讨厌什么呢 脚以为智者 脚以为智者 脚就是抄袭 抄袭别人 以为是有智慧的 现在很多都是流行抄袭 坊间出版 也将人家的著作 变为自己的著作 甚至把别人名字 变更成自己的名字 这种脚以为智者 把别人的智慧财产 当成自己的智慧财产 这样是最不厚道的 对人家的打击是最大的 对人家的努力 是最污蔑的 那再来呢 物脚以为智者 这个脚也可以说 很紧急的时候 他会表现自己的能力 好像这种 综艺节目的脱口秀 很紧急的时候 表现自己的口才 这样脚以为智者 这样的人 往往都像果敢而至一样 很果敢 很坚决 很果断 可是都是别 这个 这个 势力不通的 脚以为智慧财产 要求学别人的 或者是在紧急的时候 表现自己的才能 其实对这个势力 根本不通的 第二个 子供也有物 物不逊 以为勇者 勇大家很喜欢 有执行力 可是这个不逊 是无理的 就配合前面的 勇而无理 不谦逊的 没把人看在眼里 没把别人的辈分 看在眼里 没把别人的学问道德 看在眼里的 没把别人的谦德 看在眼里的 没把别人的地位 看在眼里的 这样的勇敢 往往坏事 伤害了团队的默契 也没有经验阅历的传承 第三个 子供也有讨厌 叫做劫以为职者 正直是很好 可是这种正直 往往不是诚意的 是揭发人的隐私的 那这样的人 是很可恶的 就像孔子前面说的 居下流而善上的 是隐善扬恶的 是隐善扬恶的劫 劫就是揭发隐私 就隐善 把善引起来 扬恶的 所以子供这三条 也跟夫子前面这四条 有所回应 果真把孔子这位圣人 子供这位大贤 所悟的 好好的去观察 我们可以发觉到说 我们需要的是 需要的是 迎恶扬善 需要的是 能够劝谏 上级 自己修正自己 需要的是勇敢 可是却要 合乎理的勇敢 需要的是 果敢 当机立断的 需要的是 有执行力的 可是要配合理的 需要的是果敢 当机立断的 可是要视理明白的 这样不但不会被 圣贤所讨厌 反而会被圣贤所赞扬 所以如果从这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君子的好物当中 从他所悟的 我们尽量避免 我们尽量避免去交往 这样的人 从他所好的 我们尽量的去 相依 尽量去交往这样的人 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必能改善社会的风气 必能改造整体的命运 是这一章的大意